2024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出炉 强劲的投资活动 出口增加以及家庭支出扩大 带动了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5.3% 不仅符合市场预期 也比中国 新加坡 菲律宾和印尼等 经济体的同期表现亮眼 国家银行发表文告表示 我国明年的经济增长 将继续受到家庭支出扩大 强劲的投资 以及出口和游客消费增加等等因素的加持 增长率尚看到4.5%到5.5% 另外 科技业上升周期带来的效应 加快落实投资项目 以及迅速成长的旅游业 也有可能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不过 地缘政治局势恶化和贸易保护措施 都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的速度 另一方面 国行预计 我国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会维持在1.5% 明年则会介于2%到3.5% 有请不吝点赞 封建在1.5% 在1.5% 并向众入 不吝点赞 οπο吞点赞 尽量